特朗普總統 出口民意調查顯示 西與裔美國人對特朗普總統的投票率 從2016年的28% 增至今年的32% 令很多專家都感到驚訝 布魯金斯學會政治分析師 伊拉恩·卡馬克說 他認為他們必須要繼續 對拉美裔投票進行分類 這個不是單一種類的投票 很多分析人士認為 總統嚴厲的反移民言論和政策 為拉美裔選民擁護民主黨競爭對手 拜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但是絕大多數天主教徒 或者保守派基督教西與裔的選民當中 有些人支持特朗普和共和黨 在反對同性婚姻和墮胎方面的政策 來自德州的墨西哥裔美國人 馬里亞·波薩特說 反墮胎 這基本上是他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最大原因之一 一些在財政上保守的西與裔 亦都喜歡特朗普削減稅收和發規的努力 看低民主黨人增加工資 和獲得醫保機會的一再承諾 西與裔支持的激增 幫助特朗普以超過51%的選票 贏得佛羅里達州 打破了選前民意調查顯示的 拜登領先的預測 分析人士說 特朗普努力將民主黨人定義為社會主義者 以及他反對共產主義古巴 和委內瑞拉社會主義領導人 馬杜羅的強硬政策 有助於鞏固他在邁亞密激進的反共 古巴裔社區中的支持 一些拉美裔創造者說 拜登忽視了佛羅里達 而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舉行了多次的競選集會 特朗拉美裔人的支持是增加 也有助於特朗普在另一個本應該接近的州 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但是西與裔的支持幫助拜登成為了預期的贏家 部分原因是反轉了阿里桑拿州 並且讓他在喬治亞州獲得了領先地位 拉美裔決策組織的政治總金 亞爾伯特·莫拉雷斯說 現在每一個州與他們無關 分析人士說 美國拉美裔不斷增長的人口 只是變得越來越多樣化 民主黨人不能繼續事作當然